收到之後呢我們已經清洗跟安裝完畢 現在就來大家看一下後面的過濾槽的構造 最底下這個一顆一顆就是我們過濾的培菌球 然後旁邊這個是馬達上面連接的水管 再到我們的這個調節法調整水油速度的 那這個是白棉我們大概一個半月左右換一次 如果髒了就可以提早做更換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倒入海水 前面倒到我們這個黑色的出水孔 後面倒到大概七分滿的位置 倒好之後呢我們就直接插入電源 我們要先把這個調節法調到最大 讓它先跑個兩分鐘左右 調節法越鬆是越大越緊是越慢 跟水龍頭一樣 兩分鐘之後呢我們再把這個調節法轉小 不要轉到鎖緊鎖緊就沒有水油了 我們這個動作主要是可以把水管裡面的氣泡通通排除出來 轉小之後呢我們等它跑兩分鐘 然後可以陸續把一些鋼壁上面的氣泡給吹掉 先吸一點水之後呢再去把氣泡吹掉 吹完氣泡之後呢我們就這樣靜置大概15到20分鐘左右 靜置完畢之後呢我們就可以把水母撈進去囉 我們是直接把水母撈進去 袋中的水就不要取用了 我們在後續飼養上如果水位有下降 自然蒸發的情況之下 我們要補飲用水 那就要記得我們插電之後 後面過濾槽的水位是多高 要把它稍微記住一下 如果自然蒸發我們就要補飲用水 水母放進去之後大概3到5分鐘 我們稍微觀察一下 如果說太快有點像這個洗衣機的感覺 我們就把水流稍微調慢一點 那如果水母都沉在底下漂不上海 我們就把水流調快一點 如果說有任何不確定的地方 我們就用這個白燈錄影15秒左右 回傳到官方LINE 我們可以幫您確認一下